主席,我相信你,但問題是,我怎樣相信你呢? 你說那些魚,那些東西我們檢查的 你都看過有線電視,有關那些孔雀石立魚一邊運的時候 過了你們那個關,然後再等一些沒有賊的魚放進去 你記不記得那個,威震Youtube的 你這麼簡單,孔雀石立魚,你都捉不到 你怎麼去測那些東西呢? 這些最簡單的,我覺得民間示威 你這麼少的東西,這麼容易做的東西,你都檢查不到 其實有個問題,我覺得原則,不知道你覺得合不合你 比如說你們用10元去做你們的事,舉例子 用10元去講這些天下無敵的計劃 你可不可以給2元民間監察你呢? 比如說你動用10元資源,可不可以給2元民間 整個基金,他跟你是對住幹的 即是說明是監察你,可不可以? 你有沒有這樣的構思? 因為,他說我真的不懂的 我兩邊都在聽 現在的問題就是,不對稱 我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你說你去維也納,聽別人說 福島那樣東西 你今天就說我們有兩大眾 你有沒有向全香港公佈? 即是說你是 Alarming,即是說 我們看到福島怎樣,我們敢敢說 我們有什麼憂慮,我們有什麼優勢 你會不會做這件事? 如果你不做,你給別人錢做,行不行? 因為,這個綠色和平的民間組織 都市民有捐錢,我也扔些錢給他 是吧?十言八快 如果你,你政府是這麼有信心 是對得住香港人的 你會不會做一個這樣的事? 其實,政府不是沒有的 你做一個堆填區 又compensate 公園給別人 要人收口,或者我社區 整個醫院,例貞醫院那些人反對 你又說我做三個球場給你 有的 我覺得在核電的問題上 政府最好的就是 你要給民間錢 去 有一個,你叫做法定機構也好 什麼也好 當然,專業人士的事情 老實說 股先生坐過你,對面 你坐過來這邊都可以爭 股先生有一天覺得 不如我由政府去做事 他又說了 所以其實你的check and balance 一定是說你 這些敏感的問題 全民關心的問題 專業性是這麼強的問題 如果政府真的有風度的話 就是你會 找筆錢給別人去監察你 如果有這樣的機制 我自己就會 可以 稍微 放心 一點點 如果你沒有這樣的機制 就很難 第二個就是 現在我們只是說一個核電廠 一個核電廠 就要這樣 現在這個實驗規劃 就是雨後春筍的 十幾個 你們有沒有想過 世界上少有的雨後春筍式的核電廠 你們有什麼應變計劃呢 就是說 有沒有採納過 你在維亞納會議有沒有聽過 有一個好像廣東省的 尺寸的國家 會突然建這麼多的核電廠 而且有些是在地震帶裡面的 你在維亞納會議有沒有問過人家 有沒有問過 這個日本政府 在福島事變之後 他們的那個懺悔呢 有沒有跟德國 國會商量過 問他們為什麼 說以後不建核電廠 有沒有 有沒有這樣 就是你有沒有研究過 為什麼人家這樣做 你在維亞納 維亞納全部都開會 很近的 德國去維亞納 梁議員你給他一些時間回答吧 是 局長 謝謝主席 首先 關於能源的問題 梁議員的意見 我相信我們相關政策局的同事 他們會聽到的 因為今天這個直播 而且我們都會把各位議員所有的意見 作適當的反應 梁議員剛才問到 就是說 究竟民間的監察是重要的 對不對 我們是非常之同意 現在實際上都有很多民間的組織 我們坐在對面全部都是 他們都有很多專家 他們各方面 有很多研究提供了很多意見 政府一向都是做一個參考的 不要忘記的一點就是 我們香港境內是沒有核電站的 我們最近的核電站是在大亞灣 而國家亦都沒錯 他們是有這個興建核電站的計劃 但自從日本福島的事件發生了之後 他們現在正在做一個大的檢查研究 然後他們那個報告我們還未看得到 不過我們看到國家對這方面是非常之著重 和仔細而行的 鄭博士好像有些事情是想回應一下 主席各位議員 剛才大家都很關心過S1 S2 S3 這三個原項 我想在技術上面 就給回一些背景 S1 S2 S3 並不是隨意選擇的東西 這三個原項背後 是有一定的概念 第一就是S1說的是 核電站的核反應堆是沒有一個堅固的安全殼 有意外的時候 堆森溶解 那些放射性物質就會很容易洩漏出來 而S2說的是 它的安全殼是有 但是受了破損 那些堆森溶解之後 核物料沒有經過過濾器 然後釋放出大氣 這兩種情況 其實都不是大鴨灣的情況 大鴨灣是有一個壓水式反應堆 它有一個堅固的安全殼 它也有一個過濾的系統 釋放的時候會經過過濾 而S1說的是什麼呢 那個圓項的值 大致上就是和 哲爾諾貝爾的圓項相近 而S2的圓項呢 就是和福島的圓項相近 這兩個都不是大鴨灣的壓水式反應堆設計的模式 所以其實就是 需不需要將這些圓項擺到那個位置去做一些評估呢 這個不是價值或者是錢的問題 這個其實就是有沒有一個科學理據 如果將一個俄羅斯的反應堆 像諾貝爾式的反應堆放在那個位置 那個如果萬一發生意外 那個後果呢 其實大家都知道會是怎樣 同樣如果是福島的廢水式反應堆放在那個位置 同樣發生這樣的意外 它擴散和那個後果 同樣大家都會知道 但這個推算出來呢 其實就是不合理的 就是我們在說一個 鄭博士你說的是設計 鄭博士 鄭博士不如這樣說 這個世界有哪個人是會計到福島會搞成這樣呢 噴水又噴不行 噴了水之後 原來那些水又是令到那些核擴散進一步的 你當日有沒有發表過文章怎樣救福島 你給我一片看好不好 我們天天都看電視 你今天跟我說你這個福島的人 你不在那 你不要跟我說教科書那些東西 現在那個問題 黃怡雲就說 他不是問你專業知識 其實他們都不用回答的 政府你多花錢可以不可以 按下人的心 是不是 就是這樣簡單 那些東西不用你回答 我現在問你 你何時何地何日何月 古過福島 會有這樣的東西 和說過萬一應變的時候 你會怎樣救 你有 我服 你說沒有 沒有 沒有 你不要當我沒有看福島的東西 現在 日本政府還在騙全世界的人 東京地利創喉全世界的人 你當時有沒有指教過他們 你說這樣其實不是這樣的有沒有 沒有 我就真的不懂 我當然不敢說 我完全沒有讀過書 現在你明明我們議會說什麼 就是說 有些事情做了 令到香港人安心的 好不好做 這個是錢的問題 我現在不是跟你講學理 講學理就不用跟你講 阿哥 我都去過 那個瑞士 我都去過瑞士 我都去過瑞士 巴瑞要開反合會 一樣的嘛 他都有教我 是不是 所以那個問題 就要講一個 退伍軍人證 在這裏啊 旁邊啊 如果有人說 你這麼急 一定有退伍軍人證 當然是說他瘋了 不用整整些東西 防護 退伍軍人證 原來後來 阿孫明要瘋了 不要說這麼注意 喂 你不是啊 你政府的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不怕一萬 只怕萬一 喂 你跟我說 最麻煩的一定會 我當然知道啊 阿哥 鬼不知道我媽是女人嗎 我媽是有癌症 怎麼辦啊 你明不明白啊 我說我 喂 喂 他不是在回答一樣東西 喂 S1和S3 人家問你 你估計 多花多少錢 那你說 其實是不用的 你就知道 不是 他的講法他講了 不過問題就是 你說這個 那你退伍軍人證也是嘛 我當你說的是科學 是沒有可能發生的 聽說 那個社會 有很強烈的 不科學的要求 不是退伍軍人證也是的 要花這個錢來做這個 情景測試 通常是沒有用的水箱 有另一個 在書面的預備 那 那是不是政府會徹底反對呢 或者省後才說 不是主席 退伍軍人證也是的 我們從村家來說 一般不會這樣 現在都找不到 潘醫生 在這裏都找不到 為什麼要退伍軍人證 對了 你完了 潘醫生 快呀 我回來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